不要緊張不要緊張好不好 六到十一歲小朋友開打半計量莫德納 桃園等五線式率先接種 小朋友手拿小黃卡健保卡 排隊等著打針興奮大於緊張 打的時候只有當下一點點痛而已 然後可能就是只有別人打到左肩的時候才會痛 我以為我會很痛 沒想到還好 醫護團隊進駐校園接種 為防集體晕針 打理堂播放動畫片 桃園大跟國小154人符合資格 願意施打只有66人 施打率42% 但輝瑞兒童疫苗最快五月中到貨 六月前有望開打 有家長臨時抽單 大跟國小中就有七位家長反悔 想再等一等 跟他溝通之後 他心理上還沒辦法接受這麼快施打疫苗 所以基於尊重他的立場 希望就是之後他心理調適完成之後 我們再做施打的動作 除了得兼顧小朋友意願 家長也擔心施打疫苗副作用 但兒科醫學會用國外施打經驗分析 跟莫德納相比 輝瑞因後期保護力較少 不良反應相對較小 反之莫德納因生成抗體濃度較高 副作用也相對明顯 但總體而言 兒童副作用都比青少年成人來得低 只有發燒略多 經濟炎發生率 兒童也較低建議可先打第一劑 第二劑再評估 發燒啦 頭痛啦 身體倦怠的情況 可能比較多一點點 那這個都是一些可以被控制的症狀 那但是其實這種輕微的症狀 比起我們得到COVID-19 其實已經少很多了 而科醫學會也引用國外數據 小朋友打疫苗發生心臟方面症狀 染疫者多4.4倍 死亡人數 染疫者也是2到10倍 醫師建議兒童打完疫苗 多喝水休息 勿劇烈運動 密切觀察兩週 若持續發燒 胸悶胸痛 得進度就醫 今新聞 宁慧桃 謝嘉玲 採訪報導